今天是推介海螺创业586 选择原因是中国9月份 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再创历史的新高 对锂电池需求持续增加 股份方面 海螺创业近期积极布局锂资源值得关注 海螺创业近日宣布 投建轮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 一期规模建设年产量达到5万吨 今年年底前建成投产 后期集团将会根据市场实际的情况 以及项目具体的审批进度 规划建成年产50万吨 高性能碳、轮酸、铁锂、新能源、电池、正极材料项目 预期项目建成后 将会成为集团新的利润增长点 海螺创业股价至7月低位反弹 星期二收报37.95 持续升穿下降轨 策略上如果$37不失可以追入 否则可以抠35.5级纳 上网$42跌穿33就要减持 等会计划 按计划